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脑洞大开的科幻冒险喜剧片《失落的大路》 古生物学家瑞克一直认为时光旅行是可以实现的 还制作了一台可以穿越时空的超光速离子机 但在一次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的话语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让他一直没有勇气去尝试 三年过去了,瑞克在一个小学教书 一天,健强的女大学生鹤丽找到他 拿着一块二十多亿年前的化石 上面还有一个打火机的印记 还找到了一块光速粒子能量晶石 鼓励瑞克去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冒险 瑞克和鹤丽带着超光速粒子机来到了化石出现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岩洞 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看守人 三人却在岩洞里遭遇了地震 穿越时空,掉落到了一片沙漠里 一望无际的沙漠远处,出现了正在打斗的小猿人 他们救下了即将被杀的小猿人 没想到赫里还懂得猿人的语言 和小猿人交流了起来 嗯,交流的似乎不是很顺利 原来小猿人叫查卡,是猿人族的王子 有人谋反想要杀掉他 这时他们身下的地面又开始下陷 四个人掉到了一个山洞里面 这个山洞是霸王龙的家 霸王龙和他们来了一场猫捉老鼠 四人躲到了一个小洞穴 霸王龙进不去 于是瑞克嘲笑霸王龙的脑子很小 只有核桃大小 没想到霸王龙不仅听懂了 还从洞外面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核桃 反驳道,你才傻呢 迟早有一天咬死你 那之后霸王龙记痕起了瑞克 这时候瑞克的脑袋中 出现了一个外星人的画面 原来这是外星人的求救信号 四个人赶了过去 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水晶建筑 没多久就被蜥蜴人给包围了 瑞克灵光一现 用光线反射的方法打开了大门 里面有一个穿短裙的蜥蜴人 名叫应克 他告诉瑞克 他们族里一个叫赞恩的人 用水晶体的能量 占领了原本属于他的星球 即将弹领军队前往地球 就差一个超光速粒子机了 于是他们一行人开始寻找 超光速粒子机的下落 他们找到了在地球上乘坐的木筏 超光速粒子机里应在附近 但这时突然从天上 掉下了一个冰淇淋小店 暴龙、霸王龙和迅龙冲上来强食 而四人还在淡定地拍摄 被恐龙们发现后才开始撕散逃跑 但是暴龙只追着瑞克跑 而瑞克在路上发现了冷却剂 联邦把冷却剂射进了暴龙的肚子里 冷却剂迅速爆炸 暴龙也将超光速粒子机吐了出来 却又被翼龙给叼走了 他们翻山越岭 找到了翼龙的巢穴 翼龙利用超光速粒子机的MP3功能 给翼龙弹们播放摇篮曲 瑞克暂停了音乐正准备离开 翼龙弹们都破裂开来 瑞克只好背着超光速粒子机 给翼龙宝宝们唱摇篮曲 翼龙宝们又安详地睡去 随后四人找回了超光速粒子机 高兴地在沙滩上晒太阳 领面出现了一只竖着走的巨大的螃蟹 当快要跑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大螃蟹突然掉下来后又弹了出来 弹出来的螃蟹竟然彻底熟了 他们便享用了一顿螃蟹大餐 并修好了超光速粒子机 而到处乱走的赫丽 发现了另外一个三角门 进去以后发现 赞恩早已经死了 原来一切都是应客的阴谋 赫丽也被突然出现的外星人抓住了 三个人急忙开始寻找他 发现抓走赫丽的外星人和英克不是一伙的 是英克导致了他们文明的毁灭 将被囚禁一万年 而赫丽因为给英克提供了超光速粒子机 又一起被处决 英勇的瑞克三下五出二地救下了赫丽 他们逃了出来 却发现了霸王龙 没想到霸王龙这么激愁 对他们穷追不舍 瑞克一个撑干跳准备打他 没想到直接进了霸王龙的肚子里 最后和粪便一起拉了出来 治好了霸王龙多年的便秘 于是霸王龙就和瑞克成为了好朋友 在霸王龙的帮助下 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蜥蜴人大军 在他们阻止英克的时候 不小心打算了一块水晶 返回地球的通道也变得不稳定 为了控制住英克 神秘的洞穴看守人 决定留在这里统治猿人组 瑞克和赫丽则回到了地球 这部电影虽然看着有点莫名其妙 不过当作娱乐消遣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